大家好,今天是温哥华时间3月24日,欢迎收看第二期港湾播报,我是Cherry 截至3月24日下午5点,综合各省今日已公布的数据 加拿大新增确诊701例,全国累计确诊2792例,治愈185例,27人失去生命 魁省之所以连续两天新增暴涨是因为该省的检测速度加快 早前报道,BC省和安省近期并未对有旅行史的轻微症状者筛查,而是优先对社区传播检测 BC省今日新增145例,实际上是过去48小时的新增病例,其中23日67例,24日78例 阿省今日新增57例,安省今日新增85例 加拿大公卫危机愈发援峻,在对国际游客关闭边境之后 全国又有多个省份和城市进入紧急状态,对个人和商家采取了诸多限制措施 3月24日,加拿大重开国会讨论通过针对新冠疫情采取的820亿紧急财政措施 以帮助全国遭遇极大困难的个人和商家 因妻子确诊而处在隔离期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并未前往国会 他在家门口发表讲话时提到,很多人在问什么时候会取消限制措施 我只能说我们还不知道 3月23日晚上,在家隔离的总理特鲁多不光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还亲自录制了一段小视频,发布在推特上请求大家帮忙转发 并在一夜之间引来上万次转发,百万次点击 在视频中,特鲁多呼吁道,请大家听从专家的建议 一,勤洗手,每次要洗20秒,二,待在家中,三,和别人保持两米的距离 不要聚成人群,如果你还没有遵从这些建议 那么现在就是行动的时刻了,否则将追悔莫及 特鲁多还在视频中说,现在并不是在公园和朋友聚会 或是在家里举行派对的时候 如果我们都能行动起来做正确的事情 那么就能克服这次危机 因此帮助我转发这条消息吧 让我们一起拉平曲线 据CBC News 3月23日报道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发言人说 在3月14日至3月20日期间 有95万9600名加拿大公民和43,890名永久居民返回加拿大 总计超过百万 这些回来的加拿大人都已经被要求 按照公共卫生部门的指示 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 与此同时,外交部长商鹏飞依然在敦促留在海外的加拿大人迅速回国 并在安排多个撤侨班机 将滞留在海外的数以万计的加拿大人接回来 据本地英文媒体《环球邮报》报道 在过去的一周 加拿大确诊人数暴涨 从上周一的400多例 猛升到本周一的2000多例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本国的确诊病例 已经不局限于那些曾出国旅游的人士 而是有很多在社区里被感染的人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永诗24日说道 目前加拿大的趋势正在向社区传播转变 在上一周 加拿大全国有90%的新增病例都是通过社区感染 谭永诗提到 现在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一是控制公众的社交距离 保证人与人之间有两米间隔 二是竭尽全国之力 加快检测速度 确保尽早地进行有效隔离 多伦多General Hospital专家呼吁 加拿大各级政府应该提醒民众 最可怕的社区传播现象已经发生了 而且最有效的阻断传播的方法就是隔离 绝对不能继续像以前那样过社交生活 据CBC News今日24报道 世界可能面临第二波爆发 加拿大需要做好准备应对 专家Dr.Borgach说 第二波爆发是指在持续一段时间 没有或很少有这种疾病的新病例后 发生的感染数突然增加 从本质上讲 我们现在已经采取了物理疏散措施 作为遏制加拿大公卫危机方法之一 然而我们现在无法用无限的时间 来维持这些物理隔离措施 他们的实施在个人层面上是很困难的 对社区来说很困难 对企业来说很困难 对孩子们也很困难 现在东亚地区正面临第二波爆发 例如上周五中国香港发生了自大流行开始以来 最大的每日暴增事件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勇士在上周警告说 这种病毒将伴随我们存在一段时间 仅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是无法将它从世界上消灭的 最后希望加拿大能顺利战胜这波公卫危机 大家能够早日地恢复正常自由的生活 公卫危机发展至今 尽管我们目前的认知还远远不够 但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和教训 从经验来讲 隔离保证社交距离是在疫苗和有效药物出现之前 最为有效的控制手段 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等国家 已经树立了很好的样本 而从教训来讲 最怕的就是确诊人数的突然激增 导致医疗系统的崩溃 而眼下最让人揪心的意大利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向失控 因此全世界的医生都在呼吁大家 Stay at home 最大程度的降低蔓延的速度 加拿大政府也在不断的加强民众外出限制的同时 出资保证人们无需为了生计必须外出 这突如其来的重大公位危机是对政府公共管理水平 医疗水平以及居民素质的综合考验 大家必须各司其职才能共渡难关 事实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人均医疗资源通常都是紧缺的 如果没有民众的配合 谁也无法承受突如其来的挤兑 2018年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曾发表过一篇报告 从方方面面对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水平进行打分 这份报告显示 加拿大平均每千人拥有2.61个医生排名55位 在病床数上 加拿大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为2.7张 排名在89位 而日本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达到13.4张 几乎是加拿大的5倍 如此看来老龄化最为严重的日本此次能够以最小代价稳定住危机 足够的病床数应该也成为其最大的底气 同时根据世界重症与危重症医学会联盟数据 加拿大每10万人拥有的ICU床位数为13.5张 目前最严重的依赖利失去生命率居高不下 就是因为医院的重症病房已经爆满 呼吸机等医疗资源严重不足 医生被迫要选择患者医治 可以说到了最后时刻 ICU病床及呼吸机的数量决定着失去生命率 为了避免陷入意大利的悲惨情况 各国都在积极地增加呼吸机等设备 以BC省的数据来推算 省内有501.63万居民 根据省卫生部长最新透露的计算 全省目前控制的普通病床有3600多张 记住 这可不是为了这次公卫危机专用 而是还有更多的日常疾病患者 要知道往年这个时候 BC省内的病床都是接近饱和状态 按照当前617例确诊 59例住院 23例重症监护比例来看 约9%的确诊患者需要住院 更有近3%的需要重症病床 按照这个比例与确诊增长速度 再想想总病床数 你还不能安心地待在家中吗 安省的资源更为紧张 在没有公卫危机的时期 病床就处于完全饱和的状态 有研究称 安省在几周内就会出现呼吸机短缺的问题 加拿大联邦政府估计 全国目前共有近5000台呼吸机 根据发展情况 当局可能还需要1000到5000台机器 总部位于多伦多 以生产呼吸机为主的医疗技术企业 康山医疗公司 现与联邦政府签订了一期购买一项书 目前只等政府确定最终订单数量 便会加快生产该公司一款带有呼吸机的MOVES SLC 便携式紧急生命支持仪器 公司董事高乐迪表示 生产计划为按照订单的数量来定制 包括需要和哪些制造商合作 以及如何筹集资金等 一旦敲定所有细节就可以立刻开工 他说根据所需订货量 我们会考虑分包给其他制造商生产 或将技术转移等 无论何种情况 公司都有能力满足需求 我们会尽一切努力生产 制造能力不会有任何障碍 除了康山医疗公司 沃泰华的斯巴达生物科技公司 也在等待联邦政府确认订单 制造检测器 公司希望在未来几周 即可投入产品生产 在工委危机扩散更为紧急的美国 汽车大佬们纷纷助力呼吸机的生产 特斯拉CEO马斯克在推特表示 特斯拉将在本周内完成 大约1200台呼吸机的分发 他称呼吸机的交付 安装和操作是其中最难的部分 马斯克之前表示 特斯拉生产配有 暖通空调系统的汽车 SpaceX制造配有 生命维持系统的宇宙飞船 制造呼吸机并不困难 但是不能马上就投产 为此特斯拉与美顿力公司 就研发问题进行讨论 通用汽车宣布 与Vitglove Systems合作 生产呼吸护理产品 包括呼吸机 以应对不断扩散的新冠疫情 除了特斯拉和通用汽车 福特汽车也表示 随时将转型生产呼吸机 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 宅在家里保证自己的安全 节约医疗资源给真正需要的人 这就是最大的贡献了 WestJet航空宣布 裁减6900名员工 其中90%被裁员工 可参与自愿离职计划 WestJet表示 这项裁员行动是回应 工位危机的扩大 集团需要大幅削减成本 WestJet目前共雇佣 大约1.4万名员工 WestJet的总裁 兼行政总裁Smith表示 6900名员工将会提前收到退休通知 他表示 这是集团困难的决定 但可避免集团出现 更差的经营环境 余下约7100名员工 将继续推动公司的运作 另外 该航空公司应暂停了 逾75%的资本投资项目 及要求供应商 给予航空公司减少或延后付款 至于行政团队将会减薪50% 副总裁及董事职级 则减薪25%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